用户买它只是为了个绿牌 回到家里就当个全燃油车看 甚至还怕被亲友看见 因为会被嘲笑 但是这种改善带来的变化 在我看来已经发生了质变 一汽丰田的全球网红车普拉多 正式预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速度展开说 我是周展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聊了一个 2024年开年电动车 在全球市场遇到的尴尬境遇 其中有一点 丰田的丰田张南对外发表 纯电车型想要完全取代燃油车 绝无可能 到底是什么 能让老爷子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呢 我看了一下 原来在2023年 丰田的销量全球再次低一了 达到了1123万条 增长率7.2% 要知道对于这么一个庞然大位来说 这个增长率还是很可观的 而截止到2024年2月 丰田代全球的HEV 也就是不带P的那种 混动车型的销量达到了2500万辆 但更不容易的是 从丰田1997年第一代普瑞斯上市至今 旗下HEV混动车型 零故障 如果说在上期节目里 我们聊了华为和苹果 那么作为科技圈当前最牛的品牌 要挑战传统的汽车圈 那么丰田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现在看来他的这座护城河 还是很宽很深的 很多网友应该看过这两年非常火爆的美剧《继承之战》 里面呈现了纽约顶豪的生活 但同样也把老前锋 带到了普通人的面前 相比每年都在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尚潮流圈 老前锋却代表了一种顶级的舒适的 高品质却又低调从容的生活态度 所以他们这些顶豪们的着装 不仅仅鄙视logo 而且还要强调历史和质地 动不动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生裁缝手工定制 这点即使是华尔街的新贵人 也是渴望而不可及 从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丰田和他的混动HV技术 也相当于是车圈的老前锋 轻上去平平无奇 但正要开上一段 这种舒适感就只有自己知道 为什么我知道 当然因为我自己已经开了丰田第三代的混动车型 13年 至今还没有动过换车的念头 不仅自己开 我还动员家里人骨都换上了丰田HV 不图别的 就图一个省心和靠谱 丰田的HV虽然在中国也卖了十几年了 但是目前主力车型都已经是混动当家 但普通中国用户对于混动的热情 还是这两年的事 甚至让更多普通人开口闭口要来混动的 都不是丰田和本田 而是 对 你们知道我要说哪家 那就是比亚迪 在他去年惊人的三百多万销量里 近一半都是混动车型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相比于一贯比较矜持的丰田和本田 国内厂商显然更懂中国市场 把混动玩出了新的境界 最直接的就是在HV前面加了个P 成为了插电混动 不仅搭上了中国大力发展的新能源的政策快车 还让普通用户成了既有存电的体验 还没有续航焦虑 那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技术 当然是用户的最爱 如果只是简单的给发动机前面加个电机 钻钻政策的空子 比亚迪显然不会有现在的炉日中间 我最近还记得2013年左右 上海满大街的初代插魂比亚迪琴 用户买它只是为了个绿牌 回到家里就当个纯燃油车开 甚至还怕被亲友看见 因为会被嘲笑 但仅仅10年 比亚迪的PHEV 已经强调到足以挑战全球 任何一种驱动技术 他的混动好像记得叫DM 而这个DM不仅仅有DMI DMP 去年还出了一个DMO 脑洞大开的把传统混动所说的 P0 P1 P2 P3 P4 各种组合 我在这里就不做技术科普了 但是只要你要知道 DMI能省油 DMP有性能 而DMO可能有啥都有 这种短短时间之内的技术迭代 比亚迪是真的做到 虽然我个人对比亚迪还不成感冒 但挡不住 我开马萨拉利的同时 买了一辆比亚迪琴DM的 天天给我安理 感性了解还是有一些 最难怪在有技术洁片的丰田 最终在中国市场选择了比亚迪 作为合作伙伴 去造电动车 因为比亚迪 一确留点东西 想不到我说着说着比亚迪 民主自豪感就来了 但既然我们这次还是要说 全球卖了2500万的丰田HV 又还是说回老先锋呢 我自己其实一直有个观点 技术没有什么先进和落后 就看使用场景和成本 比如在此刻的北方 暖气片就一定强过上万元的中央空调 汽车的驱动技术也一样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 一个时刻要看 面对不同路况和户外环境的汽车 最重要的品质一定是靠谱 而丰田HV自从诞生以来 似乎稳定和靠谱 就一直是它最珍贵的品质 从投入量产以来零故状 这种靠谱程度 只有买了车 从没进过气球店的我 才能理解它的好 我记得当年初代普威斯上市的时候 在美国的火爆程度 其实不输如今的特斯拉 好莱坞的电影 每个主角上路 那是好人吧 碰子都人人开一辆 代表了环保 也象征着时髦 后来在纽约 大量铺开做出租车 现在如果你们去纽约旅游 其实还是可以看到 满大街黄色的普威斯 很多都是那个初代的产品 足以可见它技术的稳定性 只可惜后来 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 但反而成为日常代步车 后来被就被全球热搜给遗忘了 其实我倒觉得 像去年这种南北的气温颠倒 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期 一辆不受户外温度干扰 可以随时随地出发的低空号汽车 就非常有必要 至于纯电或者PHEV 由于电池原因 偶发的自然风险 今年的海南岛 其实是给了个态度 也让我自己的长途成绩驾驶 更愿意开上我的老丰田HEV了 当然丰田对于他HEV的宣传 在全球依然保持的低调 所以我在这里 还是很愿意替他高调一下 提前是车主 尽管他的技术原理 之间仍然是那个 靠着行星齿轮运转的精力系统 但是相比于光调基金的比亚迪 他的进化也在默默发生着 而且突然间就已经变得很强大了 丰田在内部称之为改善 他不是国内IT圈爱修的迭代 但是这种改善带来的变化 在我看来已经发生了质变 就在上周 一汽丰田的全球网红车普拉多 正式预送 说实话 丰田的网红车还真不多 但普拉多绝对可以算一口 他这种精致到复古的造型 相信可以直接戳中 每一个操汉子和小姐姐的心 其实就算啥都无变 普拉多这个名字 就已经能挨博销量了 但是除了造型 我更在意的是他搭载了一个叫做超级混动的技术 这是啥 然后我就看一下参数 其实单单参数上讲 已经和普通的H1V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这个超级混动 其实是丰田目前在它的混动体系中最负重性的 虽然技术原理和我们的丰田传统混动THS一样 但它重置的2.4T发动机和8AT变速箱之间 加入了一个可以提供48匹马力的P2电机 配一块1.87千瓦时的电池组 总输出可以达到330匹马力 630牛米 匹配普拉多这样的户外油车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它搭配的不是CVT 而是8AT扭矩效果可想而知 2.47的排量听起来不大 但在混动系统的加持下 动力其实非常强 而且还能实现上以往的大排量SUV 想都不敢想的低油耗 这就是丰田改善的结果 其实我竟然不想象它在沙漠里 或者其他SUV走的样子了 但它真真正正还是一辆丰田的混动H1V 除了这个第一次接触的超级混动 我在一起丰田的H1V技术训练里 还找到了一个叫做多级混动技术类型 主要搭载在皇冠系列车型上 其实也是通过搭配6AT和后桥电击 实现了全14区和更好的性能 系统总输出能够达到360匹马力 466米 这已经是很认真的性能车了吧 如果我们把他们和比亚迪的DM系列做个对比 其实丰田就在这几年 特别是在一期丰田的产品区列里 已经实现了和比亚迪PHEV技术的对标 普通THS负责经济省油 多级混动负责性能 而超级混动那就是啥都有 虽然丰田不说 但他的HEV其实也实现了既要又要还要的自由了 当然相比于复杂的BRDDM架构 PEP2 P3 P4混搭 丰田的这套HEV正在简单 越少了传动结构 越少了油路和电路 就能大幅减少出现负责的可能性 我相信这种道路你们都应该懂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非常表达一个观点 那就是技术不是用来炫 而是用来用 丰田HEV全球2500万台的成绩 我觉得它并不是依赖的技术有多先进 而是它的用户对这个技术有多信任 只有这种信任感 才能实现销量的长年累积 说到这里 我又得Q一下比亚迪了 目前每年百万级别的用户增长 比亚迪其实也到了需要积累用户信任的时候 就在今年两年 他能把销量转化为用户的信任吗 我还挺期待的 欢迎收看展开说 我是周展 下次节目再见